大名鼎鼎的贾文格 于90年代初 在黑龙江的小城 做下了惊天雪案 由于案件太大 总共杀死42人 这个数字是整个案件 最关键的部分 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知名主持人老梁 在节目里公开说 他了解的是 杀死了53条人命 对于这个说法 因为咱们也没有看到 具体的资料 暂不做评论 总之人很多就对了 由于信息在当时 完全被封锁 以至于民间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 今天官方也没有 做出任何正面的报道 只是在某些网站 以及贴吧 有一些知言骗语 中间的详细信息 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死的人数太多 所以贾文格本人 也分不清楚 到底都是一些什么人 作案方式 又简单粗暴 包括当时的社会背景 对于这种案件 都是加快审理速度 越快越好 所以官方也没有太过于追踪细节 而且还是不公开审理 第一呢 为了平息民愤 第二呢 反正你懂 所以大家呢 也多多理解 资料不易 贾文格事件出现以后 诺河出现过一本地摊文学 叫做雪剑诺河 后来又改了名字 这个地摊文学也是当时唯一 写贾文格事件的作品 虽然不是正规出版社出版 但是当时也是十分热销 后来被官方禁止 因为里面基本上都是瞎编的 细节与真相严重脱轨 完全就是一银小说 其实贾文格的案件 与龙志明案件略有相似 作案手法受害人都是很接近的 只不过龙志明比贾文格多杀了几个人 但是贾文格的案件要更复杂一些 完全可以拍成一部电视剧 今天我们就把贾文格的案件 详尽的说给大家听一听 贾文格 听他的名字就深深的出卖了他的年纪 什么建军 拥兵等等吧 这样的名字都有年代的特殊性 此人1966年出生 而且生日应该是在5月份之后 他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那河人 在他活着的年代 那河是一个县 现在的那河是县级市 归属齐齐哈尔管辖 那河在中国地图上机头边界为止 骑自行车都能够出国 但是呢要骑很久 距离于洪杰他们作案的红漆沟也没有多远 由此大家也能够感觉到此地气候也是比较寒冷的 贾文革就是在这个东北的一个很普通的小城市长大 少年的时候 他没有太多的故事 也很平淡 高中毕业以后参加工作 在那河县农机配件厂配件部 做这个工作 最起码要熟练驾驶 修理拖拉机 是一点问题没有 没过多久 大概是1986年左右 结婚成家 他的老婆叫李燕珍 在那河县啤酒厂上班 这就是当时在那个年代所说的双职工家庭 随后两个人生了一个女儿 可以说日子过得也算平稳 没有什么波折 可是时间到了1988年 改革开放也进行了十年 国营企业有所下滑 竞争不过一些民营企业 贾文革所在的厂子经济效益开始不好 十分不景气 导致工人开不出工资 到了如此地步 能怎么办呢 工厂一声令下 有想法 有本事的 出去自谋生路 编制给你留着 要是不想出去的呢 你就继续上班 但是没钱法 当时刚刚二十出头的贾文革 肯定是要出去下海经商 年轻人嘛 有充劲 于是他就走出了工厂的大门 投入到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 响应了 但是呢 要做点什么事情呢 他也不知道 在大街上转来转去 最终选择了屠宰行业 去那河县下属的镇上 或者是农村 收一些牛和羊 然后呢 动手宰杀 随后在本地进行销售 那个年代 对于这个行业 还没有所谓的监管和简易一说 没有那么严格 基本上卖肉的都像他这么搞 之前我们刚刚讲过 石月军的案件也是卖肉的 也是这样 就是因为刚刚形成了 对屠宰行业的管理 导致石月军不满杀人 那还是比贾文革时期晚了好多年 至于贾文革呢 我们以前就说过 他长的是比较帅的 属于帅哥的这种行列 那么贾文革卖肉一年下来 生意还是不错的 不能说发了财 但是真的不缺钱 就这样 到了1989年三月份的一天 贾文革去农村收羊 大概收了有七八只羊 赶着这群羊往回走的时候 发现多了两只 应该是不知道哪个农户的羊 跟随着羊群一起就过来了 这个意外收获给他乐坏了 贾文革就觉得 这也不是我偷的 我抢的 那我就收着呗 就这样贾文革尝到了甜头 两只羊也卖了不少的钱 然后贾文革的心思就活了 他就想着偷牛偷羊 然后我再杀了卖肉 还不用进货 这么做那该多好 别人还找不到 就跟我们以前讲的一些变态杀人一样 尸体怎么处理呢 做成包子 做成腊肉 做成卡里饭的 那时候牛羊非常值钱 在198几年的时候 一头牛就能卖到一千多块钱 随后贾文革就用这种半收半偷的方式来经营自己的屠宰生 这时候贾文革在那河县铁道北一个平房里住着 他把偷来的牛羊杀了以后 骨头埋在院子里 就这样偷了几次 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当时还有一种东西之前 电视机 这个东西在当年就相当于现在家里的车一样 贾文革也忍不住偷了一台想要玩玩 随后就给卖了 就这样 他手里有了钱 连偷带卖 而且还做着生意 也算小有钱了 最起码不是以前穷小子的行业了 这要是我就穿着西服 扎着领带 喝着咖啡买肉 雅俗共赏吧 俗话说 保暖私隐欲 贾文革吃饱了饭以后了 有了点小钱之后了 他马上就想到了女人 长得帅 年轻 还有点钱 那泡妞还不快吗 1985年5月 贾文革认识了一个女人 叫王雁玲 这个女的比贾文革小一岁 1967年出生 原来是黑龙江省方振县的煤矿工人 据说长得很可以 来那河找工作碰到贾文革 然后两个人就没死 王雁玲来那河找工作碰到了贾文革 然后两个人就没羞没臊的走到了一起 有了情人之后 贾文革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 这个房子在那河县种子库的对面 平房带个院子 也就是他后来作案埋人的地方 这个房子的主人 是那河生产资料公司的一个经理 这个房子北面不到100米 就是那河县第三派出所 所有人的感觉就是 离派出所越近越安全 随后贾文革和王雁玲就在这里同居了 他的老婆李燕真和贾文革 基本上就处于分居状态 贾文革和他的情人住了刚刚一个月的时候 王雁玲也多多少少知道了贾文革 手脚有点不干净 但是他没有想到贾文革野心会有这么大 他瞄准了另外一个行业 仙人跳 那个时候就有了小姐这个职业 贾文革他不是不找小姐 他当时是不需要找小姐 他发现很多男人都喜好这一口 而且这些人找小姐都是在火车站附近 那时候嫖娼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性质 比现在要管控狠得多 所以贾文革就觉得 仙人跳这种方式很不错 一定能够赚到钱 是一个绝佳的好路子 抛开别的不说 贾文革还是挺有头脑的 现在干这一行的人多了去了 这一行是经久不衰 那么要干这一行 贾文革的负文革 在负文革 在负文革溜达一圈 坐火车回到了那河县 在火车上让王燕玲去钓鱼 王燕玲看见了一个穿戴很不错的一个男的 就开始暗中送秋波 这个人呢 叫做爱庆生 接到这一秋波以后 立马就来了感觉 就觉得艳遇来了 立马这小子就凑了上来 两个人是一顿聊天 因为这个火车是到那河的 所以大家的目的地都是一样的 一顿勾搭以后 王燕玲就跟着这个男人在那河下了车 下车之后 王燕玲扭扭捏捏的 把他带进了火车站附近的树林子里 在这个树林子里 贾文革早就已经在这里等着了 进了树林以后 爱庆生一看四周没有人 双手一张就扑了上了 就在他俩拉拉扯扯的时候 贾文革拎着菜刀就过来了 上去就把这个爱庆生给揪住了 你跟我老婆在这里拉拉扯扯的 这个男的当时吓坏了 随后就花钱私了吧 把兜里仅有的二百块钱都给了贾文革 才算得意脱身 给了钱之后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虽然被贾文革给坑了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那个时候对男女之事看的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也没有办法 去派出所说自己嫖娼被人掀人跳了 那直接就得被关起来 所以他只能认了 王彦玲刚刚按送丘窝的眼神 也变成了寒冷和嘲笑 其实他也是幸运的了 他回家应该烧香磕头吧 他这是遇见贾文革遇见的早 要是一年之后遇到贾文革 那他将死无全食 贾文革和王彦玲当时心情也是很好的 一天就赚了二百多 啥事都不用干 在现在一天能挣二百块钱都是高收入 回家之后是煤酒小菜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贾文革的犯罪在一步一步的开始升级 他现在也沉浸在犯罪收入的滋润生活当中 他觉得这样挺好 比干活轻松多了 于是他们两个又去了齐齐哈尔火车站 在车上又钓了一条鱼 这个小子姓韩 也是被骗到了那河火车站旁边的树林里 被贾文革弄走了一百多块钱 七月份的一天 他俩又玩了一次仙人跳 抢走了江姓男子二百多块钱 三次下来也算是丰稠了 收入现金六百一十六元 还有衣服和其他物品 虽然现在看起来不多 但是在当时还算可以的 但是贾文革有点不满意 觉得还是比原来偷牛偷电视机要少得多 于是贾文革就跟王彦玲商量 这事不行 每次坐火车都要花钱 而且还不是每次都能钓到鱼 于是贾文革就说 咱们以后就不做仙人跳了 来钱太慢了 干脆还是回到以前 偷牛偷羊的主业上 偷牛偷羊也没有风险 仙人跳毕竟算是抢劫 于是从1989年10月 他俩开始结伙偷牛偷羊 这个时候就不是贾文革一个人干了 他有了同伙了 女人在这个过程中 一般充当的都是打配合的角色 一男一女一起出去 会让人降低防备心理 而且 王彦玲还能给他忘风 多少 王彦玲对于贾文革来说是有用的 他俩结伴偷了一头牛 一头驴 还有两只羊 总价值2300多元 这些也并不都是两个人一起作案 其中贾文革有机会 他自己也敢 相继呢 也偷了两台电视机和其他家畜 做的多了 就会引起怀疑 慢慢的就开始有人怀疑到贾文革 于是就去派出所里报警 警察把贾文革叫来 问来问去 也没有问出什么结果 这个东西又没有凭据 也不好查 牛羊都已经杀了卖了 贾文革也不承认 所以呢 查来查去 最后都不了了之 几次被怀疑以后 派出所就把贾文革 作为了重点监控对象 不过贾文革当时是不知道的 他还沾沾自喜 没当一回事 随后认识了一个人 叫做李秀华 这个人是一个男的 1970年出生的 外号叫做李六子 是一个农民 平时给人赶马车 有活就拉拉活 没活就乱逛 李六子比贾文革小四岁 因为贾文革是城里人 也不缺钱 所以李六子就安前马后的跟着贾文革混 这个时候贾文革也没有什么大事想做 他也没有什么做大事的想法 他就是看了李六子这个人还行 而且自己岁数也不大 就在一起玩了 李六子也就知道贾文革背后 偷牛偷羊的这些事情 有一次李六子缺钱 贾文革就带着他去偷了一头牛 价值1500元 他俩就偷了一次 而且也不是天天在一起 有事喊一嗓子 1990年1月份 王彦霖回家过年了 过完年 王彦霖回来告诉贾文革要分手 贾文革就问他为什么 王彦霖说 你有家也不离婚 我跟着你混 我就废了 背叛的滋味不好受 所以贾文革心里边是非常的难过 他着实郁闷了一阵子 情人没了 老婆也不搭理他 贾文革一想 干脆找小姐吧 容易啊 有钱就可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贾文革就开始嫖娼和赌博 而且他喜欢上了赌博 生意也不动了 也不干活了 就这样几个月 钱也没了 随后就到了1990年7月 一天晚上 贾文革出去溜达 找到了一个小姐带回了家里 解决完之后付账亮清 就在贾文革付钱的时候 看到小姐包里有不少的钱 一个念头就出来了 弄死这个小姐 钱就是我的 关键领回来也没人知道 况且这些小姐也都不是本地人 小姐哪有在本地干的 死活都没人管 这些考虑一瞬间就形成了 就在小姐准备离开的时候 贾文革把心一横 把他给掐死了 于是贾文革把心一横 把这个小姐给掐死了 这是他杀的第一个人 原因就是为了钱包里的钱 拿走了小姐的钱和首饰 然后把这个小姐的尸体 往自己家的土豆窖里面一扔 完事 东北都有这种土豆窖 盖着木板 有的在屋里 有的在屋外 有的在仓库里 他把尸体扔到这里 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的 他就开始躺下琢磨 那河是一个小小的县城 一般人身上不会揣多少钱 这就跟龙志明的案子有点相似 当时法官就询问过龙志明 你杀了那么多人 就抢了这么点钱 为什么呢 龙志明的回答是 我也不认识有钱的 我认识的都没有钱呢 贾文革也是一样的 他所接触的人 小姐是最有钱的了 那个时候的小姐都比较爱显摆 贾文革最终总结 这是一个发财的好路子 其实这就是贾文革犯罪的再一次升级 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随后他先后找了好几个小姐 用同样的方式先奸后杀 大概有七八个人 具体人数不详 他把这些尸体都扔在了土豆窖里 这几个人扔进窖里 这个地窖差不多也满了 于是贾文革觉得这个地窖太浅 为了更加隐蔽 他就把土豆窖继续往下挖 挖到了四米深 土豆窖越深下面越凉 不容易让尸体腐烂 挖完以后把人扔下去 摆一层添一层土 同时贾文革打算还要继续做下去 要不然他也不会挖这么深的窖 他不是说想杀一个两个以后就收手不干了 而是当成了来钱的手段 一直要进行下去 大约九月份的一天 贾文革跑到那河县附近的嫩江县去办事 坐火车回来的时候 无意间看见一个女的 长得很不错 也很年轻 于是贾文革就上前搭话闲聊 作为一个帅哥 走到哪儿是比较方便的 这个女孩就问他 你是干嘛的呀 贾文革说 我是那河农机配件厂 供销科长 其实他这个身份就是胡编的 那个时候人是比较单纯的 那个女孩也就相信了 有了领导的身份 在一定程度上就获得了信任 随后贾文革通过聊天 就知道了这个小姑娘 是从家里跑出来的 他跟家里人闹了别扭 想在那河找一个工作 就在贾文革在考虑着 怎么把这个小女孩给骗走的时候 这个小女孩主动跟他说话了 领导 你们厂子现在还缺人吗 贾文革一听 立马就说 招 每年这个时候都招 不过现在都是一些合同工 不是以前那种正式工 就不是铁饭碗了 但是你要是表现的好 就能变成正式的工人 于是这个小女生 就跟贾文革说了好多好话 想要去这厂子上班 贾文革就把这小女孩 给骗到了家里 说是先去家里取点东西 然后再去厂子 这个小姑娘也没有怀疑 当她跟着贾文革来到死亡小屋以后 一切也都晚了 随后被贾文革强奸 强奸完之后 这个小姑娘还傻呵呵的问贾文革 你能娶我吗 要不我就完蛋了 那时候小姑娘还是比较保守的 贾文革也没有当时就杀死她 到了晚上的时候 贾文革想来想去 觉得这个女的比较危险 还想嫁给她 于是他就把这个女的给掐死 尸体也扔进了土豆窖里 杀完这个女的 贾文革就觉得这招也挺好 就去外地勾引一些来找工作的 回来以后杀死也没有人发现 比对小姐下手要更容易一些 而且谁知道这些人来了 那和就到了我家来了 还在我家的地窖里呢 贾文革作案开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钱 为了淫乐 还有一点点报复的行为 而且来外地找工作的 兜里也多少都有点钱 跟龙志明一样 贾文革也不想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钱了 他就觉得我杀人很容易 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贾文革就觉得这种方式永远不会被别人给发现 所以他不管你兜里有多少钱 十块八块钱 也觉得没有白杀 总比他干活来钱要容易 但是贾文革也有一个规矩 就是他只杀外地来的人 这么做是保证他的安全 这是他安全的必要条件 他现在采用了两种方式杀人 第一种是找小姐 第二种是介绍工作 随后贾文革上街溜达 看到街边有一个妇女在卖茶叶 是一个南方女人 挑了一个箩筐 在东北原来的时候呢 都是这样做生意的 贾文革就来到这个女的面前来看茶叶 其实贾文革他也没有看中茶叶 他也不懂得品茶 他也没有看中这个卖茶叶的女人 关键是看中了这个女人的身份 南方人做生意的 有钱啊 在那个年代 在东北 特别是黑龙江 人都模糊的认为 南方人比较有钱 于是贾文革就开始问尝问断 开始打听茶叶的情况 然后就说 想要尝尝他这个茶叶 他的家就在附近 他要回家去尝一尝 如果好的话他就多买一点 于是这个女的就跟着贾文革走了 因为是大白天的 所以也没有多想 一前一后 两个人就走进了贾文革家 贾文革趁着他不注意掏出了一根绳子 就勒住了卖茶叶的这个女的的脖子 把他给勒死了 然后把钱财全部拿下 尸体扔进土豆角里完事 这样贾文革就又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 除了找妓女和介绍工作之外 又开始琢磨做生意的南方女人 然后没有多久 又是在街上 看见一个卖各种白银首饰的南方女人 用一样的手段 把这个女的骗回了家 进去之后 直接掐死东西拿走 尸体扔进土豆角里完事 贾文革想的很好 因为这些人都是南方女人 没有人认识 就算是被人看见进了贾文革家 也不会被人给盯着他什么时候出来 所以贾文革算计的很好 所以即使是他们被人给杀死 也无从可查 贾文革就用这三种方法变化使用 一直到1990年12月 作案五个月杀死20个人 全都是女人 其中他再杀到十几个人的时候 他所挖的那个地窖就快要填满了 这个地窖满了之后 一看尸体的量也太大了 地方不够了 得扩大规模 于是在地窖旁边 他又挖了一个地窖 也是四米多深 两个地窖都在厨房里 随后他继续作案 1991年1月的晚上 百无聊来的贾文革 晚上睡不着觉 色心大起 怎么办呢 去火车站溜达吧 找一个小姐消遣一下 溜达一会儿 看见了一个很漂亮的样的女人走了过来 这也就是案子里的女主角徐丽霞 1967年出生 和之前的王彦玲一年 那河县建华厂工人 她不是小姐 她就是一个良家妇女 结婚成家有了孩子 因为跟老公生活不顺利 闹了矛盾 一个人出来 想来到火车站 1991年1月的一天晚上 百无聊来的贾文革 晚上睡不着 色心大起 怎么办呢 去火车站溜达吧 找个小姐消遣一下 溜达一会儿 就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走了过来 也就是案子里的女主角徐丽霞 1967年出生 和之前的王彦玲是一年 那河县建华厂工人 她不是小姐 她就是良家妇女 结婚成家 有了孩子 因为跟老公生活不顺利 闹了矛盾 一个人想要出来走一走 于是就走到了火车站 到了火车站 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所以就一直在周围徘徊 女人在这个时候 都是很脆弱的 因为她现在面临的事情 使她很孤单 很伤心和无助 所以说 在这个时候 只要有个男人一伸手 很多女人就会跟着走 但是 在她面前出现的 是那河百年不遇的大恶魔贾文格 他俩就这么相遇了 贾文格就以为徐丽霞是一个小姐 于是走过来一勾引 还就领走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 徐丽霞很配合的 让贾文格就弄到了床上 完事之后 徐丽霞就想先在这里住一晚上 明天再说 贾文格上来就给他掐住了 三下五出二 也就没了动静 然后贾文格抱着他 就给他扔进了地窖里 由于徐丽霞的身上没有钱 所以贾文格也很是扫兴 转身就去睡觉了 地窖里面特别的阴冷 当时是天气 当时的天气是比较冷的 过了一阵以后 徐丽霞没死 就缓了过来 徐丽霞也算是命大 这个地窖下面有不少的尸体 要不然四米多深 徐丽霞扔进去 也得摔个好歹 徐丽霞醒过来之后 也并不怎么害怕 他也明白贾文格是要杀死的 但是他从地窖里爬出来 并没有逃走 而是直接进贾文格的屋里 去找贾文格 一进屋把灯给打开 看着贾文格 当时贾文格睡得迷迷糊糊的 一看吓得直接就蹦了起来 这到底是人是鬼啊 徐丽霞说 我也没死 我自己爬出来的 徐丽霞说 他不想走了 贾文格对他说 我 我是个杀人犯 徐丽霞也没说什么 直接就爬到了贾文格的炕上 贾文格也没有想到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呢 后来在贾文格了解了徐丽霞的情况之后 决定让徐丽霞入伙一起搞 那么对于徐丽霞入伙的问题 他应该是在家里长期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彻底心灰意冷 出走的时候 估计死的心都有了 所以呢 也就不在乎什么了 我管你杀人放火呢 无所谓了 接受徐丽霞之后 贾文格就想到了第四种生财之道 就是之前的仙人跳 区别就是抢劫和杀人 他要用徐丽霞的外表去勾引嫖客 然后呢 领回来再搞死拿下 随后徐丽霞就精心打扮 去了一次齐齐哈尔 在齐齐哈尔火车站 又上了回那盒的火车 在车上专门找穿的不错的 外地来做生意的男人 一个外地的流姓推销员 就这样上了钩了 上来搭话 到了那盒下了车之后 徐丽霞就对他说 那没啥事就到家里坐坐吧 因为在那个年代 也没有什么微信号啊 或者是QQ 相互的联系就是写信 或者是去家里 或者给单位打电话 姓刘的这个小子 欣然前往 另一面贾文革迅速回家做准备 在家里装作是徐丽霞的哥哥 热情的招待客人 韭菜备好之后 三个人一边吃一边喝 过了一会贾文革就找了一个借口 离开 取了一把刀 在背后就把这小子给弄死了 这次杀人之后 徐丽霞就彻底和贾文革绑在了一起 他也回不了头了 从此和贾文革形影不离 贾文革换情人的事情 被李六子发现 他觉得这个嫂子很漂亮 很好 李六子也都二十好几了 他看到大哥如此潇洒 他是特别的羡慕 就一直跟着贾文革套近乎 此时的贾文革又认识了一个孙文革 这个小子比李六子小一岁 比贾文革小五岁 是那盒蔬菜公司批发站的工人 之后孙文革和李六子 看贾文革过得潇洒 就贴了过来 认贾文革当大哥 贾文革没有事情的 也总是请他们吃吃喝喝 他们就问贾文革 有没有什么发财的路子 贾文革这个时候 也是喝多了一点 他就说道 道肯定是有 就看你们敢不敢 他俩一听就说敢呢 只要有钱有女人 你让我干啥 我就干啥 干啥我俩都敢 他俩一个二十一 一个二十二 一天都为钱都筹坏了 贾文革一看这个架势 就问了 杀人你们敢吗 于是他俩琢磨琢磨说 老大 你一看我们就敢 看老大打样了 随后贾文革也没有说什么 就是笑了一笑 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贾文革和徐丽霞继续勾引男人 抢劫杀人 一九九一年三月初 他和徐丽霞联手 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杀死了四个男人 也没有弄到多少钱 其中那一天 李六子和孙文力就来到了贾文革家 在这里吃吃喝喝 三个人就又说起了发财的事情 贾文革也觉得 现在自己势单力薄 就想把他俩给拉下水 干大事 至于干什么大事 贾文革自己也没有想好 于是贾文革说 你们不是问我 想要干点什么大事吗 你们两个先喝着 等我出去给你们弄个女人 给你们开开婚 于是贾文革就来到了火车站 领了一个小姐回来 这个女的姓曾 一进屋 一看还有两个男的 这个女的就不干了 这是干啥 玩四批呀 转身要走 进了屋了 你还能走吗 贾文革一把给他转过来 挤个大嘴巴子 就把这个女的给打老实了 于是贾文革就喊了李六子说 来吧 六子 给你尝尝先 给你开开婚 你不一直说 女人你没尝过滋味吗 现在 你就来尝尝滋味 就这样 李六子就给这女的强奸了 李六子完事以后 贾文革就叫孙文革说 我说 你还在看啥呢 赶紧上啊 孙文革也上来 把这女的给强奸了 这两个人开了婚了 原以为这也就完事了 这个时候 贾文革拿出了一段绳子 扔给了孙文革说 来吧 动手吧 把他给我勒死 孙文革吓得不敢动 贾文革就说了 你俩刚才 那是轮奸 被抓了就是无期 再说了 你们的能耐呢 赶紧上 孙文革哆哆嗦嗦的 就勒住了小姐的脖子 这小姐肯定吓得是魂飞魄散 孙文革勒是勒住了 但是他不敢使劲 几下子都没把这个小姐给勒死 这个时候贾文革就急了 他拿出一把刀 对准小姐的胸部就是两刀 然后把刀又递给了李绣华 他对李绣华说 勒子 该你了 上次你不是说 我敢杀 你就敢杀人吗 李六子也接过了刀 上去也扎了一刀 这个小姐 就这样 这个小姐就被他们三个人给杀了 李六子接过刀 上去也扎了这个小姐一刀 就这样这个小姐被他们给杀了 同时他们也绑在了一起 随后孙文革就害怕了 他跑了 但是也没有去举报 而是自己躲了起来 李六子杀完之后 就死心塌地的跟着贾文革干 他也没有怕孙文革去报警 他说了 孙文革自己也不杀 他也杀了人了 这时候贾文革也没有想到做什么大事 杀完曾姓小姐没有几天 贾文革逛市场 看起来两个人 一个是老头 还有一个是年轻人 都是男的 是一对父子 姓王 是那河县信义村的农民 来卖黄豆的 开着拖拉机 拉着满满一车的黄豆来卖 看到他们之后 贾文革就想 这一车大豆得不少钱呢 看看能不能弄走 于是就过去搭话 跟老头子说 爷们儿 这个豆子我买了 车开到我家卸货 爷俩挺高兴 开着拖拉机就走了 在路上 贾文革就想 两个人不好杀 他在路上一拐 喊了一下李六子 李六子来了 四个人就来到了贾文革家 几个人开始卸货 贾文革进屋里弄了点饭菜 就说一定要喝点 这父子俩也没有多想 因为当时在东北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事情 也属于东北热情待客的一种习惯 干完活以后 四个人开始吃喝 大豆在院子里 喝的差不多了 贾文革决定动手了 他的方式很简单粗暴 直接就是拿刀开干 杀了这么多的人 他对自己的能力还是很自信的 他找了一个借口 来到了两父子的身后 拿出了刀 直接对准年轻的那个的后腰 就扎了下去 然后又对准老头子是一刀 但是老头反应也挺快 经常干农活 身体也好 中了一刀以后 这老头也反手抽出来一把刀 是出门为了防身所带的 他回身反击 把贾文革也给扎伤了 随后就是一场殊死搏斗 毕竟贾文革年轻 而且李六子也加入了战斗 经过短暂的搏斗之后 老头被弄死了 徐丽霞赶紧过来给贾文革爆炸 一看贾文革伤势不是很严重 因为这老头毕竟岁数大了 而且仓促还击 贾文革没有去医院 他一定要先处理掉拖拉机 因为这拖拉机太显眼了 于是带上了李六子 开着四轮车就走了 把车开到了墨崎江旁边 那时候三月初还是很冷的 江冰还很厚 把拖拉机开到了江心 放火烧车 但是怎么也烧不起来 最后把所有的柴油都弄出来以后 才把这车给点燃了 回来以后进屋 就把那对的父子的尸体 扔进了地窖里 把所有事情弄完之后 贾文革去医院治疗了 到了医院 他就倒下了 住院的时候 徐丽霞一直在伺候他 在住院期间 他老婆也来看了一看 来了之后 看见徐丽霞 也没有说什么 就是吵了一番 贾文革也没有当一回事 他现在最郁闷的 就是自己差点丢了命 就是因为自己太轻敌了 他就觉得 拉拢李六子是非常正确的 自己还是势单力薄 让他生气的是 那个老头怎么会这么猛的 出门 身上还带着一把刀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以后 出院了 回到家里 家里一个月没有人 屋里十分的冰冷 打开地窖以后 发现那对父子的尸体 还没有腐烂 地窖本来就阴冷 而且屋里也没有暖气 尸体都快要冻上了 看了一会儿 他就生气 就在那里骂 他对着尸体大骂说 死了 你他妈死了 我也不放过你 他把老头的尸体 给拉了出来 直接用刀给开膛破肚 把心脏给掏了出来 琢磨了一会儿 贾文革直接把这老头的 生殖器给割了下来 剩下的尸体 直接踢回了地窖 他拿着生殖器去了厨房 让徐丽霞用了点佐料 把这生殖器给炒了 贾文革就吃过这一次器官 其余的全都是谣传 随后呢 还是像以前的套路 徐丽霞出去勾引男人 回来以后贾文革和李六子杀人 其中一个男的是 那河县聚和乡的一个老师 来县城学习 这个男的也是晚上没事 他在那里溜达就碰见了徐丽霞 然后被徐丽霞带到了贾文革家 贾文革和李六子把这个男的给杀死 然后将尸体扔进了土豆窖 卖黄豆的那对父子家属 找不到人以后就报了案 他们就怀疑是本地人屠材害命 而且在那河县城 那河公安局就把这个事情正式立案 开始调查 开始走访 老常规的调查 之前咱们说了 贾文革房子离着第三派出所就只有一百米 派出所有一个管理户籍的民警 叫做祝某 他是负责走往贾文革家这一片 去了几家都没有情况 随后来到贾文革家 他要是去到贾文革家里 就能看见院子里堆着的黄豆 那这个事情也就好办 可是他溜溜答答的 却回家自己睡觉去了 这就是在混日子 回头所长问他 他说都已经检查了 没有问题 一切正常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事后这个民警呢 也被处置了 现在已经公开 对于这个事呢 那对父子失踪 当时的官方也没有当成太大的事情 立了案了 也没怎么上心 因为也没有尸体 这就是简单的人口失踪 那对父子失踪 官方其实也没有当回事 立了案了 也没怎么上心 因为没有尸体 这就是简单的人口失踪 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就是你管的这片没出事 那你怎么混也就算了 当时也都是这么混的 但是要是赶上你倒霉 那你就必须得负责 有好多的案子都是这样 为什么那么多的案子没有破呢 是不无原因的 贾温格连续杀了那么多人 一点也没有被发现的原因 也在这里 虽然说没有警察和其他人 发现他们做的事情 但是他们做的事 却被另外的一个人给发现了 又是徐丽霞 跑到嫩江县坐火车 回来物色猎物 在车上勾引了一个 外地的生意人姓王 徐丽霞领回家之后 被贾温格和李六子给杀死 就在刚杀完人的时候 一个人突然来了 贾温格的老婆李燕珍 他来干嘛呢 生气啊 老公天天不回家 在医院里 还看见了老公的情人 于是找到了这个地方 来讨说法 一进门 立马他就傻了 他看到了贾温格 他们在杀人 贾温格他们三个 也当时都吓坏了 因为他们杀人 被人给看见了 贾温格当时就急了 骂道 你他妈来干什么 谁让你来的 啊 李燕珍都吓蒙了 他就说 你天天也不回家 孩子也不管 我来找你啊 可是现在说啥都晚了 关键现在应该怎么办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严重性 所有人都看着贾温格 看他怎么处理 贾温格说 你马上给我滚 因为这毕竟是他的老婆 可是李六子不同意了 他要是说出去 那我们都得死啊 你现在出轨 他现在这么恨你 看见你杀了人了 不得报复你吗 徐立侠一听 也觉得有道理 而且正好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除掉这个秦敌 他就开始鼓动贾温格 李燕珍一听也吓坏了 那么接下来李燕珍要怎么做呢 他要干什么呢 李燕珍无意中撞见贾温格杀人 李六子等人坚持要杀他灭口 觉得他是一个危险人物 但是贾温格并没有立刻杀人灭口 毕竟这是自己的老婆 不会轻易下手 他想观察一下 李燕珍是个什么态度 反过来看李燕珍 他非常不满意 徐立侠的煽风点火 李燕珍一咬牙 告诉贾温格 他们两个能跟着你杀人 那我也能 随后他拿起了刀 对着地上的尸体连捅了几刀 李立真想 这下我也算是杀了人了 那咱们就一起干 就这样随着贾温格老婆的加入 成立了两男两女的四人团伙 不过这个关系呢 倒不是这么简单 这两个女人都是属于贾温格的 这个感情生活 基本跟李六子没什么关系 俗话说的好 艺术来源于生活 电视里的狗血剧情 现实生活中 更是比比皆是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李六子深深的爱上了徐立霞 这个徐立霞人长得漂亮 用我们现在的画像 就是调顺排量 一次作案过程中 徐立霞在那河火车站掉凯子 碰到了一个南方来的老板 这个男人看徐立霞打扮得十分妖艳 他以为徐立霞是个小姐 于是他就过来挑逗她 徐立霞也十分迎合她 这个南方人呢 就开始动手动脚 这可把在旁边的李六子给气坏 李六子心想 贾温格他妈动也就动了 毕竟这是他的亲人 你这个小子算他妈个什么东西 也敢来动手动脚的 当时把李六子气得不行 等到徐立霞将男人带回他们的死亡小屋之后 贾温格和李六子将其杀害 行凶的过程中 李六子表现得极为勇猛 他心中愤恨 在将其杀死之后还不满足 继续对尸体进行残害 在其后的事件中 每次徐立霞勾引男人回来 李六子表现得都非常激烈 一方面想要发泄自己的愤怒 另一方面也是想表现给徐立霞看 你喜欢狠的男人 那我也勾狠 之后也陆续的进行作案 但是具体的数量不详 方式基本也都是徐立霞外出勾引男人 将男人带回来 贾温格和李六子将其杀害 在这样的一段时间作案以后 贾温格又有了新的想法 因为在这期间 他认识了那和人民医院的一个人 具体姓名没有资料 这个人就是一个契机 不是重要人物 对于他 咱们也就不赘述 说回这个事 这个在医院上班的人呢 能够从医院内拿到一种麻醉药 由于当时医院管理也比较松散 所以拿药不是难事 这个事情无意中就被贾温格给知道了 他联系到了这个人 以家里亲戚有病需要为由 给钱让这个人帮着买麻醉药 当时人们的意识也没有现在这么敏感 觉得一个麻醉药能拿着干啥呀 也就不以为然 没想那么多 这个人也就卖给了他 药到了手以后 贾温格也比较迷茫 因为他没有用过 掌握不好量 不知道多少能让人麻醉 多少能直接死人 所以他从市场上买回来一头猪 来做实验 给这头猪是连喷再注射 试验了好几次 逐渐掌握了用量 能把一头猪都给迷晕了 那人肯定也不在话下 定好剂量以后 贾温格便开始琢磨 对人下手了 他去火车站 诱骗回了一个小姐 将麻醉剂装入了喷雾壶中 对其进行了麻醉 药效确实不错 小姐即刻就晕倒了 于是贾温格对其进行了杀害 但是从这之后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两个地窖本身就不大 这下尸体快装满了 当时又正值盛夏 七八月份的天气是很热的 地窖的味道也很重 听了这么多大案件 大家也都知道 杀人犯最头疼的就是如何处理尸体 于是贾温格团伙商量 不行就把尸体给烧了 于是他们就拿出了一具尸体 浇上油点燃 他们的胆子也是真大 虽然说是在平房 但是烟雾也是很大的 尸体烧了以后 他们就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深坑 将烧焦以后的尸体再进行掩埋 大家可能知道 这个原理就是碳化原理 咱们往土里插根木棍 都是把插入的那一头 先烧一下 碳化了再插入 这样木头就不爱腐烂 因为碳的稳定性非常高 贾温格一伙人估计 也是效仿这个原理 将人烧焦以后再埋入土里 尸体也不爱腐烂 能够掩盖气味 这之后 他们又连续杀了三个男人 也都是逐个烧焦以后 在埋入土里 但是处理了这四具尸体以后 他们觉得这种处理方式 不是长久之计 保不及什么时候 就会被人给发现了 这时李六子就说 大哥 要是不行 那就再吃了吧 上次你不都吃了吗 贾温格立刻反驳 就算吃 也他妈吃不完 一个人一百多斤 这么多人 你得吃到什么时候 但是贾温格转头一想 吃了 这个想法也不错 倒是不用咱们吃 咱们不是买了一头猪吗 直接喂猪就得了 之后他们又杀了一个人 将人肉给剔下来 准备喂猪 但是这个猪呢 也比较挑剔 他不吃生肉 于是贾温格就买了一口大锅 将人肉煮熟以后 又放了一些盐 这回这个猪 才把这些肉给吃了 剩下的骨头就放入地窖 贾温格有了处理尸体的 方法 他们就暂定 以后杀人都这么处理 肉喂猪骨头放在地窖里 然后回头继续作案 八月份的一天 贾温格和李六子去市场溜达 去寻找目标 他们作案是很频繁的 这一天在市场上 他们碰到了目标 两个男人开着拖拉机 之前他们杀过两个人 是卖黄豆的 这次的两个人是开着空的拖拉机 准备来收黄豆的 贾温格心想 既然来收黄豆 那山上肯定带了钱了 而且还不会少了 只要把他们骗回去 然后麻醉就一切OK了 于是他们便上前与这两个人搭讪 以家里有一千多斤黄豆为由 带他们去家里将其骗回 在回来的路上 在攀谈的过程中 这两个人发现 贾温格说话不对劲 因为他本身也不是农民 对这些事情说白了也不太了解 人家跟他聊着聊着就出了漏洞了 这个买卖人 其实也都是非常聪明的 不容易被骗的 这两个人越发觉得贾温格不是买大豆的 这两个人越发的觉得贾温格不是卖大豆的 而且自己身上又带着钱 这也不安全 索性决定这趟买卖不做了 不收了 于是两个人调转拖拉机车头就要走 任凭贾温格怎么说 也不再去了 这时贾温格就急了 倒嘴的肥肉不能让他给肥了 他们停下争执的地方 当时是一片空地四周无人 贾温格与李六子抄起拖拉机上的东西 一人打倒一个 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几千块钱 随后将这两个人给打死 抛尸匆匆掩埋 慌忙逃走了 由于这两具尸体是埋在了外面 没过多久就被人给发现以后报案 虽然说案件当时还没有破 但是这个消息就传出来了 收黄豆被杀以后掩埋 这一次是确实被杀的消息传出来 因为之前那两个人失踪 只是失踪了 具体的是死是活也无从知晓 就算猜测死了也没有证据 这次的案件让人们不仅猜测 之前失踪的人是不是也被人给杀了呢 这次的案件消息的传出 让贾温格团伙也是心惊胆战 毕竟尸体被发现了 这越发的让贾温格对尸体的处理 重新思考 到底该怎么处理才好呢 这时徐丽霞提出了一个想法 这个女的也是够狠 她的思路分几点 首先在外杀人被曝光 对后续不利 但是在家里杀人处理尸体也很麻烦 而且能够弄到的钱也不多 因为那河本地有钱人不多 小姐这种职业的就算是有钱的了 去火车站所调的外地人也都没有多少钱 那河这个地方太小了 已经在这里弄死了好几十个人 有钱的太少 不适合做大事 就像之前弄回来的那个小姐 麻醉了又杀人 就算不麻醉一个小姐怎么的也都被他们给整死 那还麻醉的干嘛呢 现在既然有了麻药 没有必要杀人 也不用带回家了 可以在外边做案 麻醉以后抢劫 也不用杀人处理尸体 抢完直接走人 她就这么给大家分析的头头是道 总结下来就是 团伙应该去外地 用麻醉的方法抢劫 这才是以后发展的方向 大家听了以后也是一致同意 于是大家各自准备去外地继续作案 但是走之前 这个地窖里这么多的尸体该怎么处理呢 喂猪也喂不过来 索性就把地窖给抹上了水泥 给封死了 这次离开那河 贾文葛的老婆李燕珍没有跟着一起走 他留了下来 一方面照顾女儿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不想和徐丽霞在一起 大约在1991年 贾文葛和徐丽霞 李六子三个人离开了那河 来到了长春 之后又到了沈阳 他们的作案方法依旧 徐丽霞出面 将嫖客骗回宾馆 其余二人将嫖客麻醉以后抢劫 然后逃跑 之后他们继续南下 去了厦门 福建 宁波 金华等地 都是用相同的方法来抢劫 作案大约有12期 抢劫现金4940元 包括五枚金戒指 咱们现在看来 他们抢劫的数额也没有多少钱 他们确实也不是什么做大事的料 关键问题是 他们是真害人 但是 他们在外地作案的过程中 确实是没有杀人 都是麻醉以后抢劫 就当是旅游看风景 但是这个做法是管用的 屡试不爽 讨口饭吃而已 一直到了1991年10月下旬 三个人来到杭州 在这里找宾馆住下 在南下的过程中呢 贾文葛 徐丽霞和李六子 他们三个人 经常是开一间房间 男女混居 李六子自己一个床 贾文葛和徐丽霞一个床 每当晚上的时候 李六子只能眼巴巴的摸黑看 或者是在那里 一声不响的听着声 给他急的呀 真的是没有办法 但这只是传出来的 真假不确定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李六子确实是喜欢徐丽霞 贾文葛也知道 李六子的心思 但是这个女人不属于你 她是我贾文葛的人 你可以看 可以听 但就是不能碰 他们这些狗血的细节 估计刊比偶像剧 咱们回到案件上来 他们三个人抵达杭州 按照老规矩 徐丽霞打扮一番 勾引一个男人回来 照旧将其麻醉使其晕倒 三个人也是轻车熟路的 逃出了钱包 但是这一次没有立马逃跑 很是大意 先去外面饭店吃了饭 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 麻醉以后需要几个小时 这个人才能清醒 所以他们也没有着急 但是等吃完饭以后 他们再回到宾馆 打开房门一看 人不见了 窗户开着 他们一看 这事不好 立马收拾东西 逃往了车站 转头 咱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被骗来的男人 这个人确实是自己醒过来的 可能这次贾文革 他们没有掌握好伎俩 这人清醒的早了 也确实这男的没有多久 就自己醒了 醒了就明白了自己 是被人给设计抢劫了 于是跳窗户赶紧跑了 一般这种人呢 发现自己被骗以后 都不会报警 因为自己干啥了 自己明白 用现在的话讲就是 你自己因为啥被骗的 心里没个B数吗 本来就是嫖娼 也不是啥好事 被抢了点钱 丢了一把人 没有被杀 这也就算了 但是这个小子不一般 逃跑了 直接去警察局就报案 这个警察也就出警 带着这个小子 冒蒙的去车站 看看能不能有些线索 没想到在车站 贾文革他们还没有跑呢 就就近被抓了 这件事情呢 单一来讲也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他们三个人从来也没有合计过 万一被抓了 咱们应该怎么说 也没有穿过口供 从来没有进去过 就在单独审讯的时候 贾文革和李六子都是守口如瓶 没有交代之前杀人的事情 就是说 这是单单的抢劫 是 就在单独审讯的时候 贾文革和李六子都是守口如瓶 没有交代之前杀人的事情 就说 这就是抢劫 要点钱花 但是这个徐丽霞 交代交代着 就顺嘴说了出来 还有 我们在那河杀了几十个人 他自己说的 可能从小 父母就教育他 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他这一点倒是做得很好 就这样杭州警方一听 大惊失色 开始严加审讯 同时通知那河警方 你们那边现在出了大事了 我们这边抓到了几个人 他们交代了一些在那河的案件 你们赶紧去核实一下 当时那河警方都不太相信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事情 杀了几十个人 但毕竟是警方传出来的消息 他们就去了一趟那房子 一看院子也挺正常 房门有锁 各个方面都没有什么异常 于是现场勘查以后就回去报告了 没有杀人的事 一切正常 但是杭州警方确信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坚持让那河警方再次勘查 他们交代把人给埋了 你看肯定是看不出来 直接进院挖 于是那河警方再次来到房子 进院以后开始挖 这一挖 直接把之前的四具烧焦以后埋了的尸体 给挖出来 得 这下事大了 肯定是杀人了 于是破锁进屋 开始调查 大家知道那河是一个小地方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百姓肯定得围观 更重要的是 贾文革的老婆李燕真知道 这下事情败露了 当天他就喝药自杀了 另一边 警察在厨房里挖出了两个地窖 尸体也就都发现了 最后两个地窖挖出来的尸体拼凑以后共三十六具 加上院子里的四个 外面杀死的买黄豆的两个 贾文革团伙杀人共计刺杀人 之后警方又去了贾文革他们最早的房子 就在铁道北的房子 连房子带院子挖地三尺也都绝了一遍 挖出了牛羊的骨头 但是没有发现尸体或者是人骨 也就是说 在那边贾文革他们没有杀人 警方这次搜的是非常的细致 到这里贾文革团伙一共杀了42个人 这可就是一起惊天大案 贾文革三个人就被带回了那河继续审问 还杀了谁 杀的都是谁 为什么要杀人 当然这个审讯的过程也是比较严厉的 这种案子说你死是一定的了 你想不说也不可能 你要是不说真是往死里收拾你 贾文革也交代 数量你们也都看到了 就是这些 为啥杀人 就是为了钱 你为了这么点钱就杀人 有没有其他恩怨 我不管他有多少钱 就算是只有十块二十块的 那也比我出苦力干活要容易 他这个杀人的理由 跟陕西的龙志民的理由是一样的 龙志民也是这样想的 几块钱也无所谓 总比我出去干活容易 我杀人杀多了也无所谓 但是都是谁我也不知道 拔死我我也不知道 都是外地来做生意的 小姐也不知道真实的名字都叫啥 但是警方这次真的是下大力度来调查 给大家讲一个细节 那和警方请来了黑龙江省公安厅的人 来了一位法医 法医取出完整的头骨 然后通过头骨做容貌复原 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但即使是这样 也没有完全核实到所有死者的身份 至少有一半的尸体 还是没有办法核实真实身份 你别说那个年代 就是现在来讲 一具腐尸 指纹什么的都已经被破坏了 什么信息也都没有 你怎么核实身份 这个案件在民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直接就传出了一句 不想活上那河 特别是一些做生意的人 没有人再敢来那河了 真是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说回案件 对于贾文革 全部审讯完毕以后 进入了审判阶段 1992年1月8日 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立此案 贾文革 李秀华 徐立霞 孙文立都被判处死刑 还有王燕丽 以抢劫罪判处13年 盗窃罪4年 最后判处有期徒刑 11年 一审判决以后 四个人都不服判决 要求上诉 他们其实就是多活一天 算一天 那个年代 一审到二审 还是很快的 随后 1992年的1月20日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驳回了他们的上诉 维持了原判 押赴刑场 执行枪决